我們看這個立體8 他說這個整數部分是A 小數部分是B 要求這個值 那這要怎麼做 我們把這個展開來 這可以寫成 這是根號3平方 再加2 根號多少 4 3 12 是根號3乘根號1 再加根號1的平方 這個可以完全平方 等於根號多少 根號3加1的完全平方 那這個呢 剛好是等於 根號3加1 好 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根號3呢 介於哪裡 介於根號4 就是小2 跟根號1之間 大1 所以這是1點多 那1點多再加1 就是2點多 所以呢 它整數部分是2 也就是說 整數部分A等2 那小數部分呢 小數部分B 就等於這個 因為這2點多 要把它 把它-2的話 就小數部分 等於 根號3 加1 -2 這個等於是 根號3 -1 好 那這樣子 我就可以曉得說 B分之1 B分之1 減掉A加B分之1 這個等於多少 B分之1 是 根號3 減B分之1 那A加B A加B 就是這個數 A加B就是這個數 這是原來的這個數 這是A加B 這根號3加B 等於多少 這把油理化 上下個乘以 根號3加1 那這乘以 根號3加1 是2 上面乘以 根號3加1 這個 上下乘以 根號3-1 這乘以 根號3-1 是2 上面乘以 根號3-1 所以得到多少 這是-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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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2 2跟3 3就消掉了 那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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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